你得有智慧地运用你的能量 你将发展出这么多的个人力量在你内在 你犹如君王一样行走 因为你内在的力量让你那样行走 三个心联小提示让你成为强大的人 人这一生能走多远 人这一生能走多远 在物质层面 灵性层面 或是别的任何维度 本质上是由你能爆发出多少能量来决定的 有很多很多的人拥有很多能量 但是却没有智慧 或必要的系统在他们的内在之中 去将这种能量转化为一种个人力量 力量与别人无关 力量在于你 你有多少潜在力量决定了你生命的强度和深度 以及你在生命中会变得有多有效 无论我们选择在何种领域运作 如果要获得这种力量 你得有智慧的运用你的能量 能量可以累加成力量 借由必要的智慧和我们使用的必要工具 就可以做到 否则 能量会消散 只是因为无穷无尽的思考 无穷无尽的反应和焦虑 请你观察一下你的日常生活 一个很简单的方面 比如说有多少 你一天说话的字数有多少 你从来没有数过 你得数一下 你得数一下 明天做个估计 从早到晚 看你说了几个字 后天减少50%的字数来讲同样的内容 你不是减少和别人的交流 你仍在交流 但是只减少50%的字数 你的语言技巧肯定会提高 并且你会发现 你将发展出这么多的个人力量 在你内在 你看 有科学证据表明 现在你的能量中 有至少20% 就在你放松地坐在这里时 被你的头脑给消耗掉了 如果你降低这一个消耗 让你的头脑不再进行不必要的波动 你知道 不再一直疯狂地到处乱窜 如果你的头脑学会了静止不动 静止不动 并且只做需要做的事 那么你将发展出强大的个人力量感 现在你还无法让你的头脑这样做 如果你试图阻止它 它会窜得更加疯狂 至少先让你的身体这样做 让你说话的字数和身体动作都减少50% 如果你想看这个就看这个 如果你想看那个就看那个 但不要这样子 对你的身体和你的言语 如果你能这样 慢慢地 这也会在你的头脑开始显化 你的头脑不会做不必要的事 当你不知道不必要的事时 你所拥有的能量 将慢慢地自我转化成潜在的力量 为了发展这一力量 你所练习的体式 你所做的拜日式 如果你在做的话 或者你在做其他的练习等等 本质上是为了发展这一力量 这一力量不应该因为不必要的举动而消散 现在你不能减少头脑中出现的想法的数量 那也可以 如果你只是在你内在带入回响 这一简单的唱颂 如果头脑开始变得疯狂 只需唱颂一段时间 创造特定的回响 你会看到 这将产生巨大的个人力量 如果你内在没有这种力量 你就无法突破生命的各个维度 生命 现在对大多数人而言 神性只是具经文 而不是他们生命中活生生的体验 如果要它变成活生生的体验 如果像造物主那样 强大的东西 要进入你的体验 那么你内在必须有某种力量感 我们必须始终明白这一点 力量与控制无关 力量在于变得有效 力量在于变得强大 只有当你内在带有这种力量的潜能时 你走过这一生 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如何 不管你的经济状况如何 不管你的物质条件如何 你犹如君王一样行走 因为你内在的力量让你那样行走 工具一 减少百分之五十的字数 工具二 减少百分之五十的动作 工具三 唱颂